持续17天的长荣空服员的罢工 在劳资双方各有妥协下 是宣布了结束 双方6号傍晚签署了写约 长荣空服员罢工历经17天 终于落幕 6号下午5点 劳资双方签下了团体协约 宣布罢工结束 签下团体协约之后 结束这场罢工 员工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我们也是会努力来改善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了 现在已经签了团体协约 那就赶快回来吧 此次协商劳资双方各有坚持 也有让步 自方同意将原本扣除罢工空服员 年终奖调薪改为渐进式恢复 同时撤除和平协议当中 罢工须有30天预告期 以及发表污蔑诋毁 将重罚50万元新台币等部分条文 劳方也在协议中承诺 三年内不罢工 岛内航线不罢工 工会在三年不罢工的状况下 是包含了所谓的不求后算账条款的 就是只要公司没有在违反 这个协约的范围 工会不会再发动争议行为 此次罢工是台湾航空史上 持续最久影响层面最深的罢工 劳资双方经过六次密谈 三次协商才达成共识 而目前长荣已取消 1440架次航班 影响约27万人出行 营收损失高达27.8亿元新台币 本来的优秀 然后秀成共识